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众大展团的节目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VCR 理财确实要有方法 那么用投资型保单好吗 到底怎么分别 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要教教您 对我可以问一下投资型保单 有什么建议吗 想要有保障还要多点银子进账 陈先生决定要买张投资型保单 但该买多少又该买哪一种 看得让人有够苦恼 一人情味也是过来人 他说他这样买的 因为我的逻辑就是说 我都是分散风险 我至少要两种以上的 活动型的投资标的物 百分之四里面大概只在百分之十五 来做这样的东西 扣掉生活费定存 投资型保单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五 就是要分散风险 因为投资型保单不是储蓄 钱投进去了不见得拿得回来 简单来说 投资型保单分成两个部分 保险以及基金 你拿出来的钱 一部分会拿去买保险 另外一部分则是买基金 但是这两个部分的金额 是可以互相流通的 好处是本来单买保险 可能必须要付出比较高的金额 把保险跟基金绑在一起 保费可能便宜许多 看起来好像 两者都兼顾 你没有注意到的却是 买的基金高收益 也是高风险 消费者会以为说 第一个是保险 所以很安全 或者说因为它是债 就觉得债比股安全 可是因为这些连结的这些 它之所以能够发出这么高的债息 就是因为这些基金所连结的债 这些结构债 通常是高报酬也高风险的 单字上写的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可不是说利息是来自本金 意思是万一达不到说好的配息 给你的利息钱就是从本金扣 等于拿自己的钱给自己 专家建议如果你是可以承受高风险 又可以盯着基金走势 或许就可以购买投资型保单 如果只是想要强迫存钱 储蓄型保单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选对投资标的才能让钱滚钱 这段VCR的话呢 谈论了很多关于投资型保险 或者讲投资型保单的部分 我们知道啊 投资型保险呢 就如同VCR里面的内容所说的 它是有保险也有投资 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消费者很容易啊 只有看到它的投资的部分 而忽略了甚至忘记了 它的保险的本质 什么意思呢 因为啊 这个投资型保险 它跟我们之前过往的 传统型的保险商品相比的话呢 它其实是把利率的部分的风险 还有投资的风险又怎么样 又从保险工资端 还给了我们的保护 消费者这边来做承担 常常听过一句话吗 有投资就会有风险 既然我们的投资型保险 它要连结一些投资标的 这些投资标的就有可能会怎么样 有可能会有涨或者是跌 既然有涨有跌 我们就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 这个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会亏钱的 那很多时候啊 在保险销售人员上面 他们可能都常常啊 不去提论或者不去谈论这块 只跟你只有在那个投资标的啊 它的投资绩效很好的时候 就拼了命跟消费者讲说 你看哇这张保单 可以赚这么多钱 这张保单多好啊 买了这张保单 比养一个孩子更好 老后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就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传统型的保单的话 保险公司帮你承担了利率哦 帮你承担了一些投资的风险哦 可是现在是换你自己哦 如果是换你自己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仔细去思考一下 这个投资型保单 它到底具有什么特征跟性质 基本上投资保险有三大性质 它分别是所谓的分离账户的部分 还有盈亏自负的部分 再来是关于费用揭露的部分 这是它三个跟传统型商品 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正确地使用这个商品的时候 或者正确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 可能要留意几件事情 没有一个商品是绝对好 或绝对坏的 只有看它适不适合你 这个时候你 或是未来的你 请大家留意 如果说你不晓得它是不是保质型商品 那你就看看它商品名称 有没有出现变额 或者是出现投资链接 这个关键词 再来你买了这个商品之后 你一定要胜选你的投资标的 看看你是要进股市 或者进债券市场 甚至有些人会对于什么呢 对一些贵金属 或者新兴国家有兴趣 有说不定 但是不管怎么样 自己要先做功课 不可以只有听别人说而已 如果你完全不晓得 也没有一个头绪的话 现在有一种方式 叫类权委 你可以委托保险公司 他们有些专家 来帮你做 这样一个连接标的的投资运用 这个也是一个责中的方式 再来你要随时租赢的 投资的情形 留意说 我们投资性保险 除了投资之外 它的本质 还是在保险保障上头 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本质 如果忽略了这个本质 就变成是本末导致了 以上就是我们空中带来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共同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人资保险的空中教学姐妹 我是台中科大的 孙耀峰老师 这个奖次是第15奖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投资型保险商品 这个投资型保险商品的话呢 是近年比较夯的一个商品类型 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商品会问世呢 它是源自于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传统前的保险呢 有两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 我们必须要每期缴纳一定的保险费 第二个的话呢 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们所领取的保险金额 是固定的 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特征 可是啊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特征 它呢 也产生了一些缺点的地方 比较中第一个 正是因为每期要缴纳 固定金额的这个保险费 那万一药保人经济上不方便 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发生了变化 那怎么办呢 你说之前我们有讲到一些 比方说你可以用保费的自动垫脚啦 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 让你的这个保险契约 能够持续的一个有效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必须要把保费给脚出来 不是吗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领取保险金的时候 可能是在当初签订完保险契约之后 隔了很多很多年 甚至几十年之后 三十年前的一百万 跟三十年后的一百万 我相信啊 两者的货币购买力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两个缺点 其实呢 刚好啊 就促成了投资型保险的一个问世 怎么说呢 首先啊 我们知道 投资型保险 它正是因为了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 经济环境的变化 而对于啊 传统型的一个保险商品 有了变形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它才会适时而生 而且最早呢 是起源于欧洲 因为投资型保险 最主要呢 在对抗长期的 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以呢 它基本上只会出现在 这种比较长期 以长期性 容易受到经济变化 影响的一些人生保险商品 换句话说 就是在人寿保险 跟年金保险的类型里面 才会出现投资型保险 目前呢 我们台湾的投资型保险 主要分成三类 包括它是像变额受险 或者是变额年金 再来是万能 变额受险 讲的这三类型 发现到出现两个名词了 变额 还有名词叫万能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变额的话是什么意思 变额的话是指说 它的保险金额会变动 保险金额会变动 变动的保险金额 这是符合 投资型保险的一个特征 这个名词 万能的话呢 万能它其实指的是 它采用的万能受险里头 弹性缴纳保费的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传统型的人寿保险 如果没有按时缴纳保险费 保单可能会因此而停效 甚至失效 但是呢 万能受险 它跟传统型的受险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说 它允许药保人呢 在保险期间 可以自行调整 你每期所要缴纳的 保险费的一个金额 有时候可以缴的比较多 有时候缴的比较少 无论你缴费金额多寡 只要能够维持呢 它的保单性价值是一个正值的话 这个保单就持续有效 听起来万能好像很不错 可是呢 单纯的万能受险 它并不属于投资型保险哦 因为万能受险的目的 就是在于说 把药保人从这个定期缴纳 定额保险费的这个束缚之中 把解放出来 它并没有像说 投资型保险里面 最主要是要对抗 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两者之间 在根本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总体来说的话呢 这个投资型商品的话 它的保险类型比较复杂 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 需要比较细心的留意才行 实物上你可能不晓得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投资型保险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商品的名称里面 有没有变额 或者是投资连结 这两个是它的一个关键字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投资型保险的一个商品特征 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分离账户 分离账户 它是投资型保险的一个 分类的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设有分离账户的保险商品 才是投资型保险 分离账户到底在怎么用呢 第一个有一个特征 它是在什么呢 它可以单独处理的一个情况 我国保险法第146条规定 保险业经营投资型保险业务实 应该专设账簿 记载它的投资的资产的一个价值 根据法条的规定 保险公司会另外设置一个分离账户 来专门处理投资型保险的一个 投资标的的这个资产价值 而且分离账户会以一个 独立会计的方式来做一个揭露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单独处理的情况 另外呢 分离账户还有一个特征 保险法第123条规定 保险人 保险的时候 投资型保险契约的这个投资资产 非各投资型保险的受益人 不得主张 亦不得请求扣押或行使其他权利 因此呢 万一保险公司经营不善 这个时候呢 保险公司的推偿 并不会影响到 投资型保单的一个保护权益的部分 因为它最主要的那个 投资商品 投资的一个资产 是放在分离账户的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独立地位 这是投资型保险的第一个主要的特征 那这个分离账户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跟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一般账户 做一个比较 传统型的人寿保险 或是传统型的年金保险 甚至是刚刚所提到的万人寿险 它都只设有所谓的一般账户 一般账户的话呢 在保险公司进行破产的时候 它的资产需要用于所谓的清偿债务 有可能会因此 被保险公司的一般债权能求偿 追索 影响到保护的一个权益 那与一般账户 还有分离账户 不同的 就是属于一个中间性质的 这个叫区隔账户 什么商品会有区隔账户 就像我们上一个讲次所提到的 第一变形年金 它设有一个叫区隔账户 第一变形年金呢 因为它不是属于投资型商品 它不是属于投资型保险 所以它没有像变额年金 变额年金属于投资型保险 它会设有分离账户 可是呢 它设有一个叫做区隔账户 这个区隔账户 因为它不是分离账户 它呢 被归例在保险公司的一般账户之内 保险公司呢 会针对区隔账户里面的资产 单独计算收益 但是不需要在财务报表里面 揭露它所区隔的一个资产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 简单的比喻了 分离账户啊 它比较类似像家中的一种 独立电表 用多少 付多少 独立电表 木料栏 那一般账户呢 就是一个大水库 它呢 近似一样公用电表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做此 来做这样一个区分 分离账户跟一般账户的差异 好 第二个关于投资型保险的一个特征 是叫做盈亏自负 传统型的人寿保险跟年龄保险的话呢 保险公司会进行投资 把从药保里面收缴的保险费 进行投资 运用 而且会承诺最低的一个保证利率 保险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呢 对药保来说 它呢 无形之中 就是把所谓的利率风险 跟投资风险 转嫁给了保险公司承担 相对于此的 投资型保险的商品的给付金额呢 就不是这样子咯 它会受到投资标的的报酬 而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 就变成是药保人要自行来承担 利率风险 还有投资风险 把原本呢 由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东西 现在丢还给了药保人来自行承担 所以我们称在这座盈亏自负 但是啊 如果说啊 它的投资过大 因而进了影响到 这个保险的保障的话 也会失去呢 我们本来保险商品 所讲求的一个保障特征跟性质 就变成是跟其他的投资工具 就没有差异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通常会把投资型保险的保险给付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固定的部分 一个是非固定的部分 固定的部分就是保证的部分 非固定的部分的话 是变动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 以这种变额受险当成例子来说 变额受险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死亡给付的地方 会先适合一个叫最低保证金额 这个最低保证金额 它就是所谓的保证 最低死亡给付的一个金钱 这个部分呢 无论你的投资标的 它的结果是正值或是负值 都是可以享有的 假设它最低保证金额是100万 那这样的话呢 不管它的投资标的亏损到一个什么程度 反正如果被保险申雇的时候 保险公司还是一样 要给付这个最低的一个死亡给付 100万 除此之外 再另外是一个叫做变额的死亡给付 这个部分的话 会随着投资结果而有不同的一个水准 如果它的投资结果是正值 那可以获得越多额外的一个死亡给付金额 但是如果它投资结果是负的 是负值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死亡给付金额 也正是因为说它有固定加上一个变动的部分 所以我们称它叫整体的 这个保险金额是变动的 所以叫变额的一个情形 这种各种商品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投资型保险跟非投资型保险 投资型保险的话就像是变额受险也是啊 或者万能变额受险也是啊 或者是变额年金也是属于投资型保险 那非投资型保险就顾传统的 传统型的受险或者是万能受险 也都是属于非投资型保险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大家在自行再做一个参照 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 关于投资型保险的第三个特征 叫做费用揭露 费用揭露的话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我们传统型保险的一个附加费用部分 它比较笼统 没有做一个细分 相对于此的话呢 我们投资型保险的保单啊 它会把各项的费用完全揭露出来 因此我们消费者就会因此收到 许多项目的一个细项资料 过往的话就是一张保单出来 就保费多少钱 你也不晓得附加费用是多少钱 都不知道 但是啊 如果说每年的相关费用越高的话呢 因为有时候人家认为说 投资型保险嘛 有一个投资嘛 对不对 你的如果你的相关费用越高 那其实呢 整体长期来看的话 投资型保险的长期总收益 就可能会下降的幅度就越大了 投资型保险的一个相关费用 大体上呢 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关于危险发生费用 危险发生费用的话呢 在我们投资型保险医院 它可能用一个名词叫做保险成本 去解释它或者说去代表它 它指的是指说 它呢提供被保险人保险契约 怎么样 它在被保险身雇啦 完全失能啦 这个保障所需要的一个成本 它会根据保险公司呢 当初订阅的时候 被保险的性别啦 体况啦 身体状况啦 还有扣款当时的一个保险年龄的时候 来做一个计算 这属于叫危险发生费用的步伐 第二部分叫做投资管理费用 投资管理费用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保单管理费 我们知道投资型保险的话 我们所缴的保费 有一部分必须要连接到那个投资标的的 所以啊 它啊 这个保单管理费就是在维持什么样呢 保单每月管理啦 所产生的哦 那个费用 它会从我们保单账户价值里面去做扣除 那如果说你投资标的呢 有很好的一个绩效表现 讲得白话一点 赚钱了 而且赚得蛮多的 你想要把它提顶出来 提存出来 这个时候呢 保险公司啊 会根据规定 会收取一个叫部分提顶费用 就从你的这个 给付的一个金额里面 去做一个扣除 所以这个两个地方 都是属于我们跟投资管理 有关的一个费用 第三个的话呢 是行政管理费用 行政管理费用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之前 在谈到受险的地方 有提到说 总保险费会等于 纯保险费加上附加保险费 这个行政管理费用 其实就是一个附加保费 的一个观念 它呢会用一个叫保费费用的名词 去替代它 它只是指说保险 因为签计保险契约 所产生的需要从保费里面 来扣除的一个相关费用 包含了公司的合保啦 发单啦销售啦服务啦 跟其他的一个必要费用 这属于行政管理的费用 最后一个叫做解约扣除费用 解约扣除费用的话是指说 保险公司呢会根据保单的约定 在药保人终止保险契约的时候 从他的什么呢 给付金额中所收取的一个费用 一般来说这个解约扣除费用 在投资人保险里面 它呢会一开始是比较高 而且再来会逐年降低 降到某一个年度之后呢 这个解约扣除费用就归离 其实就是希望说药保人 他能够长期持有这张保单 不要很快地就把它终止掉 以上这四个费用的部分 那投资保险的话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复杂的一个项目 所以啊在主管机关 或者说呢 我们这个消费者上面 主管机关花了很多心思 去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跟规定 消费者在投保的时候 也必须要留意到 这些相关的事项 总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如果做这个投保的时候 第一个阶段 消费者必须要先决定哦 你的基本保额是多少 什么是基本保额 基本保额就是指啊 我们在保险契约里面 所载明的一个投保金额 我们药保人呢 在保险的有效期间里面 我们可以申请增加 或是减少基本保额 增加基本保额 增额咯 对不对 本来是基本保额是30万 我现在把它增加到100万 它需要保险公司的同意 同样另外做一个合保 它可能要求被保险 做一个体检的动作 不一定 但是如果减少保额的话呢 基本上就比较 不需要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 但是呢你减少保额的话呢 也不可以低于哦 这张保单的最低的承保金额 毕竟投资性保险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什么呢 保障的金额存在 你不能降到很低 好 决定了基本保额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根据啊 净保险保额的计算方式不同 消费者可以决定 你是要选购呢 比方说是便额受险里面的甲型 或者是便额受险里面的乙型 这种商品 这两个型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两型商品 便额受险的甲型商品 它的净危险保额 它是利用呢 基本保额扣除掉 保单账户价值里面的余额 可是这个余额不可以为负值哦 相对于此的话呢 便额受险的乙型的话 它的净危险保额就是基本保额 简单来说 反而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的第一步骤 就是先怎么样 先决定了基本保额 不再就需要扣除 保单价值的账户 看你选购的是哪一种商品 最后呢 第三个阶段 可能就必须设一个叫做的 目标保险费 目标保险费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当成一个什么呢 我们定期缴纳保费的一个部分 目标保费的话 它呢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超额保险费 这两者不太相同 目标保险费是我们每一期 固定在缴纳的一个费用 比方说我的目标保险费 定成一个月两千 那我一年的话呢 十二个月 总共就缴了两万四千块钱 这是目标保险费 那超额保险费呢 超额保险费最主要是用在于 它可以增加我们保单账户的价值 比方说一个月缴两千块钱的 目标保险费 可是呢 年中有个什么工作奖金 或者发了什么呢 这个年终奖金 我多了一点余钱吗 那我就跟保险公司说 我再追加追缴保费 这个时候保费就被称为叫做 超额保险费的部分 但是你必须要先缴完目标保险费 才可以缴超额保险费哦 这是一个保单的一个规定 还有主管机关呢 对于啊这个商品的一个名称呢 有一些限制 主管机关规范啦 我们这个投额保险的商品名称 标准名称就是一定要出现 便额或者是投资连结 这个关键字 所以你会看到 房间里面有什么 XXX保险公司的便额受限 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的便额万人受限 什么什么保险公司的便额 年金保险 基本上消费者可以从这个字眼上面 来确定说这一张保险商品 这一张保单 它是不是属于投资金保险 因为只要是投资金保险 就会怎么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好 这是在商品名称的一个限制上面 另外一个在附加费率的 也有一些规范 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目标保险费 跟超额保险费 这两个部分的话 保险公司都会根据他们的这两个地方 去征收营业费用 助管金融规定 你的这个营业费用的话 如果是目标保险费的话 它的预定的附加费用率 不可以超过25% 那超额保险费的附加费率 它就不可以超过5% 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规定 此外还有一个关于死亡给付 对保单账户价值的一个最低比率 最低比率的话 其实是要让我们这个保险 投资金保险不要只有投资 而上市的原来应该有的保险保障 比方说被保险人的年龄 如果在四十岁以下的话 这个比率不可以低于百分之一百三十 如果被保险人年龄在四十一岁以上 七十岁以下的话 它的比率不得低于一百一十五% 那在七十一岁以上的 就是高龄的被保险人的话 这个时候它的比率相对就比较低一点 它不可以低于百分之一百零一 这是它主管机关关于死亡给付 对保单账户价值的一个 最低比率的一个限制 再来还有包括 关于销售资格的一个规定 一般传统上 销售那个传统型的商品的话 我们只要 这个义务人员只要通过一个叫做 人身保险义务人员的资格考试 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要销售 投资金保险的话 主管机关规范的 你必须要另外加考一个 叫做投资保险商品业务员资格测验 这个的话 你必须要先通过业务员的资格测验 才能够考这一张 借此 透过这样一个特别测验的一个把关 来确保销售 投资金保险商品的保险业务员 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不然的话 这种比较复杂的商品 自己都搞不懂 你怎么样介绍给消费者呢 好 这个是关于销售的一个资格的部分 此外的话呢 保险主管机关还有一些规范 是关于在什么呢 销售的部分 招揽广告上面也必须要留意 因为投资金保险的话 很容易出现这个 就讲说 这个投资商 投资标的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怎么样 就跟消费者鼓吹说 这个东西稳赚不赔的 你这个买了之后就给赚大钱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很容易引发日后的一些什么呢 纠纷 消费者呢 很容易受到误解 对此 我们受险工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自律公约 这些自律公约的话 一般规定来说 有几个部分 我们举一个几个重要 比方说他不可以呢 这个 对于啊 比方不能够对新台币的汇率 这个走势做一个议测 也不可以采访投资人 以采访投资人方式 来广告促销 而且还不可以使用哦 他会优于定存 可以打败通膨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词语 作为诉求 换句话说 就希望说我们这个广告上面 能够比较把守 能够比较严谨 一点 不要有因为过多的一个宣传 过多的花样 让消费者误解了这个商品 这个本来的特征跟性质 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跟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人生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期待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